这群小孩正在讲鬼故事,突然灯熄灭了,一个孩子举起平板,却只见画面的角落里出现一个鬼影。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,来玩。 奥利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,由于缺乏语言能力,他很难交到朋友,这天他正跟自己的手机玩耍。 忽然,屏幕中出现一张怪物图画,奥利翻阅着,这是一个叫做拉里的怪物,渴望获得朋友的漫画故事。 猛然间,灯熄灭了,楼道里传来响动,奥利很害怕,他把门关上,躲进了被窝里,可是声音越来越大,紧接着有东西撞他的门,奥利吓得大喊起来。 不一会儿,灯光亮起,母亲赶了过来,他以为奥利做了噩梦,赶紧安慰他,奥利表示房间里有奇怪的东西,但母亲认为他只是吓坏了。 第二天上学,奥利又默默地在一旁玩手机,几个同学邀请他去荒地玩,奥利很高兴, 以为自己交到了朋友,但没想到几个小孩只是想霸凌他,他们嘲笑奥利还把他的手机丢掉。 奥利艰难的社交经历让母亲很头疼,他带儿子去做语言训练,但情况始终没有起色,回家之后,父亲给奥利买了一个平板,奥利很兴奋,从早到晚都在摆弄,但玩着玩着。 奥利吓一跳,平板里的声音继续说话,他说自己就是怪物拉里,他愿意和奥利做朋友。 奥利害怕极了,他立马将平板锁进小黑屋,不久后,周末到了,为了帮儿子社交,母亲邀请几个小孩来家里合宿,巧的是这几个小孩正是之前霸凌奥利的几位。 晚上,奥利睡在地板上,眼睛一直盯着小黑屋,其他小孩很好奇,以为奥利藏了什么宝贝,便打开屋子搜寻起来。 小白找到平板,他发现了关于拉里的漫画,于是给伙伴们念起来,漫画里的拉里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生物,如果把故事念完,他就能够来到这个世界。 话音未落,屋里的灯一盏盏熄灭,奥利举起平板,只见画面中的屋子角落蹲着一个鬼影,大家吓坏了。 小白不信邪,他往角落走去,指出这里根本没东西。 下一秒,孩子们尖叫起来,母亲赶紧过来帮忙,很快家长把孩子们接走了,孩子们表示都是奥利的错,奥利很委屈,但没办法为自己辩解。 第二天,母亲买来新的灯泡,这时她也发现了平板上的漫画。 她念起来,房间里的电灯闪烁,她进去查看了一下,一回头,新买来的灯泡竟然全被换好了。 母亲正疑惑着,忽然平板开始说话,拉里表示她要带走奥利,一时间灯光闪成一团,母亲慌了。 她急忙来到学校,带走了奥利,她找到正在上班的丈夫,告诉她拉里的事情。 丈夫一听,自然没信,她觉得妻子独自带娃压力太大,便说今晚由她看着奥利,但由于要上班,丈夫将奥利带到了公司。 由于夜班人少,父子俩玩得很开心,这时她看到了包里的平板,想到妻子的话,她好奇地开始念漫画,果然灯泡闪烁了。 她有点迟疑,但还是没当回事,她拿来工具修,奥利拿出平板,紧张地对着外面,父亲安慰她,根本没什么怪物。 可等她拿起时,父亲赶紧抱着奥利冲出了公司,这次她不得不信了,她和妻子砸碎了平板,然而事情已经来不及了。 随着漫画被念次数的增多,拉力的魔力已经增强,平板已经不能限制她,她甚至出现在父亲的手机里,父亲惊恐地翻着,一瞬间,整个停车场陷入了黑暗。 父亲想逃,但门已经被拉力锁住,她拆下乙架防身,并用手机搜寻着拉力。 趁着拉力进来,她一把锁住拉力,夺门而逃。 她驾车往家开去,身后的拉力正在通过电流追踪她,最后拉力爬到车上,父亲出了车祸。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母亲很害怕,她明白拉力已经盯上了奥利,她能通过电子设备追踪他们,于是她丢掉家里所有电器,打算带奥利逃跑。 可这时,客厅里仅剩的电视机闪起雪花,母亲怎么都关不掉。 拉力追来了,她通过切换画面与母子俩对话,她表示自己是由当代人的孤独感形成的,因为太过孤单,她需要同样孤单的奥利与她作伴。 她迅速翻阅漫画剩下的内容,只要与奥利握手,她就能把她带走。 母亲很崩溃,她扯下电视机,把她丢了出去,但此时,漫画已经被翻阅完毕,拉力恢复了全部的魔力,她献出真身,从屋外被丢弃的屏幕中爬出来。 母亲惊恐万分,她带着奥利躲回屋里,藏到了床下,拉力步步紧逼。 这时,奥利灵机一动,她大喊一声,阿里马上爬到床下,母亲把奥利拉出来,奥利趁机用棒球棍把电灯打烂,拉力瞬间失去力气,被压在了床下。 奥利拉上母亲,快步地跑出房屋,很快两人来到了奥利之前被霸凌的荒地,因为这里没有电,所以拉力没法追过来。 但她忘了,之前自己的手机被那群小孩扔在了这里。 紧接着,拉力蹦了出来,母子俩夺命狂奔,但很快,拉力就抓住了奥利,把她带到了树林深处,她向奥利伸出手。 奥利很害怕,但也有点同情这个怪物,毕竟她跟自己一样孤单。 她缓缓伸出手,这时,母亲冲过来,握住了拉力。 拉力尖叫一声,母亲的面色开始发挥,一瞬间,她和母亲都消失了,奥利崩溃了,她哭喊着追逐,可母亲已经不见了踪影。 不久之后,奥利恢复了正常的生活,父亲也出院了,因为失去妻子,她开始独自带奥利参加语言训练。 但这次,奥利终于学会了说话,她拼写出,妈妈爱我,父亲很欣慰。 回到学校之后,之前的霸凌者也向奥利道歉,奥利终于交上了朋友。 晚上,奥利正睡着,忽然,电灯又开始闪烁,她很震惊,连忙来到楼下查看,父亲也紧跟着下来。 她看到奥利在空中旋转,惊恐万分,可掏出手机一看,丈夫落泪了。 看来,妻子在被带走之后,成了和拉里一样的存在,尽管在不同的世界,她也依然能跟奥利玩耍。 现在不管是奥利,拉里,还是妻子,都不会再孤单了。 2020年的电影《来玩》是一部表面恐怖,实则温情的电影。 片中的怪物拉里代表的是网络社会当中,人与人之间疏离所带来的孤独感。 而作为交际困难的奥利,这份孤独感很容易将她昏视。 若最后不是母亲的现身,奥利真的有可能被带走。 所以说,打败孤独的最强大武器还是爱。